介紹一下Alpha的反光鏡的ECC演變 我們可以看到2013年 Sony推出了全球第一台長相型全片幅反光鏡相機 A7跟A7R 其實造成了市場上不少的轟動 其實也開始對大家對這項相機一樣的想像 那接著呢 在2015推出的是 將240萬像素的A7R MAPU 還有Iso高達40萬9600的A7R MAPU 其實越來越多人使用Alpha全片幅的相機 其實也越來越多專業攝影師喜歡它 也受到很多的情欄 那A7R MAPU還有A7R MAPU 開啟了不一樣的視野 讓更多人拍到更多的細節 才會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而今天2017年全新的A9 可以讓你拍到任何的地方 還有很多優惠的照片 那在過去傳統的反光鏡相機呢 是致力於減少 除了黑底的拍攝 還有低震動的機械塊 然後提高追蹤主體目標 追蹤目標的標準 但是呢 A9呢 可以突破所有機械式的障礙 做到沒有黑底 安靜 持續自動對焦 真正開啟了數位的時代 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突破機械式障礙的很重要 兩個原因呢 在於第一個 就是全新的感光元件 還有第二個 沒有感光鏡機制的電子快門 那首先呢 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片全新的感光元件 在過去呢 傳統的前哨式的感光元件 像素層跟電路層 其實在同一個板上 所以資訊突出完之後 直接到後面的那個影像處理器 不過呢 A9全新的堆疊式的感光元件呢 它的像素層跟電路層是分開的 所以資訊讀取完之後呢 它可以做到 短暫處理器 記憶體裡面做到 我們一樣的處理器 那相較於前面的呢 前照式的感光元件呢 可以讀取速度快上20倍 那這樣子全新的堆疊式的感光元件 可以做到怎麼樣呢 20張臉盤 每秒又10次計算 大概5拍瓶的拍攝 那可以看到傳統反空間 可以做到每秒20張臉拍 不過A9可以做到每秒20張臉拍 那還有幀數技術的 全新的技術打載呢 可以做到每秒又10張自動計算 所以可以精準的追蹤 追蹤到主體的目標 還有機份不防止 那另外呢 因為沒有反空間的打載 所以觀景窗呢 可以做到5拍瓶的拍攝 就是持續不中斷的在觀測 在觀測這一個主體的目標 那再來呢 A9全新裡面搭載的 按基因壞門呢 可以做到 安靜5升0分貝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呢 可以看到 傳統反空間搭載的 所以機械壞門還有反空間 這件事情 其實會在造成 拍攝上面一些限制 例如 機械式的壞門呢 最高的速度 就有做到8700分量 但是 全新的A9 所搭載電子壞門呢 壞門的速度 可以高到 32000分去營養 那另外呢 因為它有反光鏡 還有機械式的壞門 所以免負了門 一定會有一些機械式的聲音 不過呢 A9 因為它沒有反空間的結構呢 它可以做到 安靜5升的拍攝 所以這樣子的 基因壞門呢 很適合在什麼樣的地方拍攝 例如 演奏會 或是舞台去 還有一些像是 運動攝影的部分 例如像射箭啊 祷告呼求 那在過去呢 因為很多的電子的元件呢 其實如果錄取不快速 就會很容易造成 我們所謂的鼓動效率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 在過去的電子壞門 足力速度如果不夠快速 它就會產生我們所謂的 鼓動效率 但是呢 因為這個A9 全新搭載的 快速的感光元件呢 可以做到 抗電性換物件的事情 所以在高爾負球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桿子其實是不會變歪的 那除此之外 A9也是全球第一台 全部一間環呢 搭載4D focus的相機 所以它擁有693點 上位是真正對焦點 還有93%的涵蓋率 那除此之外呢 相較於A7R2 它自動對焦速度 其實快上25% 那另外呢 它也搭載了 可以預測 瞬間移動的這個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音箱 在過去需要做 實質對焦點的移動 其實現在都很輕鬆的 你可以交給A9 去做快速的偵程 那除了我們剛剛說 臉拍跟對焦的性能之外呢 其實A9呢 也多了很多的強化的功能 像是觀景裝的部分 比較更明亮啦 還有機身也搭載了 五種影像的定型 那除此之外 相機的操作 其實也更符合 專業攝影師的需求 例如旋律跟高FZ100的電池 還有兩個雙插槍的插槍 那另外呢 還有貨片跟對焦膜色轉排 其實搭載在機身上面 具備變力快速的切換 那再來就更視覺化了 多重選擇器 可以快速去改變 對焦點這件事情 那為了跟斧頭 所有的專業的需求 那在A9身上呢 其實我們也搭載了這樣 像有線LAN的端直 所以像有些影像 可以透過一些傳輸的工作 設置傳輸到我們說的 先前的LAN MTV的伺服器 可以比較提供一些媒體 和我們快速的傳輸 那另外呢 還有像是我們說的 閃光燈的端直呢 其實也很方便去接到外界的系統 去租同步的作業 那除了A9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推出了一些 周邊的配件 像是手把的部分啊 還有一些多電池的轉接套件 那其實也提供給消費者 一併做選擇的優惠服器 那除此之外 因應A9的上市 那Sony也同步推出了 高速最高貴格SD的卡 G系列的卡片 那其實它最高度選出高檔 每秒300 那其實它是搭配A種拍書 拍攝一些運動的攝影啊 或是高速快速主體 目標呢 最好的一個組合 那好的機器呢 就需要好的鏡頭群做搭配 所以接下來呢 也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我們所介紹的賽克的鏡頭 那首先第一顆 SEO 100-400GMAS的鏡頭 那這一顆也是剛剛我們說的 它是第一顆焦段到400的一個鏡頭 它可以做到全焦段變焦範圍高解析的動物 那它搭載了兩顆是東西 一個就是雙線性的馬達 第二個就是直接去用超越多馬達 另外 它的重量只有1.4公斤 可以很穩定的做手持的動作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專業的調整 像是變焦的調整環啦 還有什麼對焦牛的設定 其實更符合專業攝影機去做變焦切換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張圖 100-400GMAS的鏡頭維持 GMAS的鏡頭的設計要標準 不管是在中心或是邊角 甚至後面的 我說的閃鏡的部分 都可以做到非常完美的鏡頭 那第二顆呢 就是剛剛我們宣布的 搭三圓中其中的最後一顆 大公圈的變焦鏡 S12-1635GMAS的鏡頭 那首款GMAS的廣角鏡頭 它搭載了兩枚所謂的 旗線變焦面鏡片 所以在這樣的旗線變焦面 設計之下呢 解析度跟閃鏡 它可以做到對外面的平衡 那另外它也搭配了兩個 直接驅動超音波馬達 它可以做到精準快速的對焦 這個功能 所以這顆鏡頭非常適合 我們剛剛說的 運動啊風景啊 還有建築其實在拍攝的一些目標 那你可以看到這光學的結果 這樣子廣角的鏡頭 不管是在中心或是邊角 它的解析度都非常的清晰 也非常的威力 那最後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SE-22或是深矩超黃角的鏡頭 那這顆鏡頭也是 目前全片埔異間管理裡面 焦距最遠的鏡頭 那大家可能會對黃角的鏡頭解析度 可能有一些主意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顆鏡頭的邊角解析度 是滿足大家的期待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的重量只有565公克 所以非常的輕巧 不管是搭配在A7系列或A9系列 第一季都非常方便的攜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廣角的鏡頭上來說 邊角的部分 可能大家都會處理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的解析度都非常的完整 也非常的漂亮 那以上呢 就是簡單 對於A19簡單的成品介紹 就算到了新進來 那剛剛我們的影片呢 其實也有跟大家看到 說專業攝影師 也介紹使用A9的新的想法 那其實Sony台灣呢 在A9推出之後呢 其實我也提供給一些專業攝影師 去做體驗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融線邀請到 一位資深的運動攝影師 體驗A9完之後 跟大家做新的分享 所以我們接著呢 歡迎這一位 曾經拍過2013年世界經典棒球賽 世界世界大學運動會 中華社隊代表團 稅時代言健安 健安你好 是大家好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打聲找 是大家好 我是代言健安 那今天就我知道的部分 就是你其實從事運動攝影 跟補作體育設計 還蠻多的時間喔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大概拍了多久 還有什麼樣的運動題材嗎 是 目前我從事體育攝影 的工作大概 剛好十年左右 那主要的範疇是 各打發的聯賽 那包括足球 棒球 排球 還有 籃球 對 那還有一些 就是長期紀錄 夜裡的 神機棒球 還有一些 直播的賽場 那像你剛剛說 大概十年的時間 是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運動攝影 跟一般攝影 哪裏最大的差別 一般來說 因為運動的題材 主題通常是 行蹤標準不定的 你也有時候 要好好預測 也是需要一套 很快速的 強大的對角系統 才可以 並且你所要的物體 那 我知道你其實拍了很多 然後也用過很多的相機 那這一次是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給他發的相機 對 那之前 想都還想過 那 其實像第一次使用之後 你對我們這樣的A9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你的時候 拿A9可以使用 希望你可以拍一些運動的攝影 那你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對A9第一次的想法嗎 我可以拿下 可以 我只覺得我小指頭 一直喬在外面 這也太小了吧 然後 對於這台相機 真的可以拿來拍體育嗎 就有很多的問號 對 所以你對他 是不是可以做到運動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些存疑的 是 那其實你經歷過這樣子 我們說 我給你 我大概提供給你 大概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你朝夕相處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這麼小的體積內 可以上外面 塞入這麼多高性能的功能 其實是 蠻令人訝異的 不要說 是 去體育場 工作 這點剛才去 可能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它的重量 那個 能力性 那可以看到 這是傳統 左邊的拍手 換用的相機 那 接上了長鏡頭 跟 換用長鏡的 防角鏡 其實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 可以很輕易的 收納進 一個包包裡面 對 那 減輕了我們很多 身體上的負擔 所以你現在出去 就是打A9的時候 就是這樣幾顆 鏡頭跟機身就是 是 好 那現在使用A9完之後呢 你剛才用完之後 跟輕巧之外 還有哪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一開始就是 當然就是 先注意到它 沒有反光鏡的設計 對 對 沒有反光鏡的設計 那 就像剛剛前面 他們都已經介紹了 反光鏡 除了造成噪音之外 還會有一些震動的問題 那 我們常常在運動題材上 要有穩定的影像 這種震動 其中的 都要修好 那 尤其是要表現 跟速度感 對 那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 再來就是它有 很強大的 對焦系統 對 那它可以讓我在 快速移動 跟 行蹤不定的主體下 快速的對焦壓的地方 對 那 這一種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什麼 對 那個就是 打權力打牆 之前 預告的 怎樣 還是怎樣 主要的是 因為它的對焦點 涵蓋了93%的面積 那 這一點幫助了我們 很多創作的東西 傳統的 換言相機 實質對焦點 通常是集中在 中央區 那1%的地方 那現在 它等於是 無差別的焦點 它都可以散佈在各角 所以像對焦的部分 你其實去交給H7 自動配棒的部分 其實我只要鎖定之後 基本上它就跟這個標準 是不分的 那除了我們剛剛說 我們剛剛介紹 對焦的部分 693% 其實也要問到 我們來談談 影像畫質的部分 是 那 這個是 打者 在揮棒之後 一類的畫面 那 那 大家應該對棒球運動 是蠻熟悉的 那 這還會讓我 印象蠻深刻 就是它每秒 主打每秒 兩二十張連拍 那 我就是想說 那我就要 從頭到尾拍一遍看看 那短短不到 五秒鐘的時間 就已經拍了107張 對 那就是 而且幾乎張張又交 是令我相當驚豔的部分 那張東主交之外 畫質的部分 有讓你的驚豔嗎 有 就是 就是在它的高ISO的部分 一般來說呢 一般來說 以前的經驗 大概ISO 達到八千 大概可以在火鍋商的媒體使用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一張 這一張我是 既然你們說高ISO很威 那我就 要挑戰一下 那這一張大概是一萬 對 所以一萬的話 對於來說 這個程度大概 對我來講 細節跟顏色的還原 應該算蠻不錯的 那這一張也是 這一張是一萬兩千六 對 那就是更進一步的 都會有好奇心 就是 你說這樣 你就偏要試試看 這樣子 那而且這一張 是用一百四百 格子拍的 然後在一萬兩千六的狀況下 就是可以完整呈現 所要的部門 那就是你跟我們剛剛說的 連拍啦 還有你剛剛說的影像 高ISO其實一條不在過 我剛剛有介紹一個 就是基因化的部分 你有嘗試過嗎 有啊 對 我想講 你通話也講 對 不是不能通拍啦 拍了大家的靈魂 那就是我們可以再不干擾到 配色的物體下 可以還原最真實的那一面 因為大家對專業的相機 都會有一種警戒性啊 那第一個 他外型看起來 無害 那其實是抵著兩邊的啦 對 然後又沒有聲音 那在某些場合上 就是非常好用 那我們拍了這麼多的影像的時候 你有沒有哪一張的影像 其實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那綜合以上所有的優點啊 高ISO 然後 快速連拍 然後就是 他的用性 還有就是他的抗辨性 這一張圖呢 看起來 立志是有點粗呢 那 他的原因是 他是25600 拍手下的照片 那你可以清楚說 立志雖然有點粗 但是你看他手套上的細節 還有球的縫線 甚至是他的球棒 就在抗辨性上幾乎是完美的 那 這個是晚上的比賽 這張照片的 快分是五千分之一秒 對 那這個是我以前的經驗中 所沒有的 所以最大機制 淹覆了以前的影像 幾乎是砍掉長片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 淹安的分享 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麼小的機身 披著咬皮的狼 可是可以做到很專業的狼水素 讓我們再次接近 淹安 今天來到我們記者會 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A9的心得 謝謝淹安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訊息 全新的A9單機身 台灣的建議售價 會落在129,980 那上市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一組的限量軍裝板 就是A9單 247G84的鏡頭 建議售價 差不多在184,980 那上市什麼時候 明天 我們就會真實看完 除此之外 上市的時候 一直到8月10想號 我們其實買A9單機身 或是限量軍裝板 我們其實都會送一個MZ100的電子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全片服的 加加諾拉鏡頭 還有配件加加諾拉鏡頭 其實提供的消費者 也是做其他的選擇 那今天除了A9之外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介紹的三顆的鏡頭 建議售價的部分 那這三顆鏡頭 我建議售價呢 會分別落在 16萬9千9百8 16萬9千9百8 那十二四呢 就會落在5萬1千9百8 那上市日期呢 不好意思 可能需要美女朋友 我們稍微耐心的等候 因為我在驚喜 也是做上市的動作 然後呢 相繼的時間呢 還是麻煩了以後 我們可以洽視 我們收益官網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呢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們帶來精采的分享 我相信呢 大家現在也都會 為我們送禮